生命不在于运动 适当的运动可以帮助人的气血运行 但同时也在消耗人的气血 人体的微循环主要是靠松劲来达到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健康理念 有些人认为生命在于运动 打个球跑个步 这是不对的 根本不是正确的养生理念 人是要静的 你看那个乌龟 不动活一万年 那个马能活几年 所以人是要静的 你看过去到家讲静 一入定你想多久就活多久 为什么我们一打坐就发热呀 你的气血通畅了 经络通畅了 打坐做得好的人啊 马上身上脸上就有光 气血慢慢的就会养好了 所以我们平时可以适当的 轻微的动一动 但还是以静为主 这才健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